老外近乡村,奇迹接连发生 讨厌你的眼力,见证魔术的魅力 敬请收看,村里来了洋魔术师 记住真实服务民生,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前五九啊,世界魔术大会在北京召开 世界上的魔术高手东云及北京 我们来目利用这一大好机会 请来了美国的魔术大师大卫威廉姆森 大卫在魔术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的白福村 给那里的孩子们做精彩表演 那大卫是怎么随手就变出土豆的 他的小浣熊为什么会上蹿下跳 看似普通的绳子为什么断了又能接上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村民们请不吝 今天下午两点 在我村导王家大院 美国著名魔术师大卫威廉姆森将来这里表演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今天大卫表演的地方就在这 北京郊区的马池口镇白福村 听说白福村有好多生态员 我知道这个大卫呀 他以前也在农村生活不 估计啊这个生态员跟他呢环境差不多 嗯可能差不多 要不咱们去看看 好啊 走 电影在美国挺有名的 不知道在咱们这儿有多少人认识他 是啊 咱们应该去问吧 你看村里那么多人呢 要不咱们去问问他吗 行 大爷 您认识大卫威廉姆森吗 哎呀我也不咋清楚 听说过 听说过呀 在电视上表演过 哪知道 知道呀 对 从哪知道的 电视上 电视上看见过 对 看见过他的表演吗 对对对 表演魔术嘛 是吗 喜欢吗 挺喜欢的 提起大卫威廉姆森 那可是相当有名 世界上最杰出的幽默魔术师之一 获得过1994年的 帕罗年度最佳魔术师奖 和国际魔术师协会 1981年的魔术大赛第一名 我们先来看一段 他以前的表演 把这些针全部放到杯子里 快点 把杯子拿起来和我干一杯 祝你健康 什么 好吧 你说David会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David应该是 长得挺高吧 我觉得呀 他能穿着燕尾服来 穿着燕尾服呀 差不多吧 哎呦 那我真想着长得帅一些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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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我 我就是大卫威廉姆斯 我来自美国 果然很帅 哈喽 我在这里走来走去 迷路了 终于找到这了 你觉得美吗 嗯 这很美 这个农场非常漂亮 我特别喜欢那边养的鸡和鹅 你觉得我们这儿的农村和 咱就是您那儿的那个家乡 相比的话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农场确实和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我就是在一个农场里长大的 这个农场不太一样 有一些中国特色 但是我们种的农产品都差不多 希望今天我们David在这儿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好吧 我们走吧 好的 好的 你们喜欢魔术吗 你们喜欢魔术吗 当然了 我们特别喜欢魔术 希望今天你能多教我们几个魔术 看 哇 已经开始了 这是给你的 土豆呗 土豆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又回到田地去了 我很喜欢这些灯笼 看 我们去看一看吧 大卫看到了什么呢 原来是一位农民朋友 你好啊 你在种什么呢 你种菜都把钱种出来 都要种出钱了 这个硬币还是我留着吧 妈给你变一个魔术 这是一把小刀 一把蓝色的小刀 而且两面都是蓝色的 看好了 变了 怎么样 看出门道了吗 够神的吧 可大卫说了 这只是个小把戏 刚和大师一见面就惊喜不断 看来今天的表演一定会让人眼花缭乱 你在干什么呢 小朋友 你在做什么呢 你喜欢魔术吗 来吧来吧 咱们一起去表演一些魔术 表演的现场在村里的一个大院 几乎难得呀 三十多位没有农活的村民们 想来观看大卫的表演 大卫呢 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魔术表演 那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好吗 大家想看魔术表演吗 真的 表演开始了 大卫也要先热个肠 来小朋友们都过来 大卫说说 给你们看个宝贝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从美国带来的 他饿了 他饿了 我为他发生 看好了 小朋友 你敢过来摸他一下吗 你真勇敢 小心他跑了 看把小朋友给乐的 其实呀 这只是个换球玩具 这搭配手上的功夫 真是了得 真不管 小心 现在我问大家 谁有一根绳子 谁有 他带了你一根绳子 你好 好 你去列车你一下 这个绳子会不会结实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是非常坚固的 不会被扯 为什么不让我检查呀 是担心我的牙吗 看来这绳子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这个环 大卫要怎样变这个能处呢 把绳子打上截 这铁环可就出不来了 可大卫不用解绳 也能把铁环取出来 真的可以吗 这个魔术可是一个小的难题 怎么能把这个环取出来 而不用解这个扣呢 你抓住这里 仔细看 是啊 您看清楚了吗 你先再把它放回去 看 又跳进去了 手指能把绳子剪断 这怎么可能呢 他没等记者缓过绳来 就剪成两段的绳子 瞬间又变成了一根 看这个绳子两头 把剪断的两头装在口袋里 这剪断的地方怎么跳到手上呢 谢谢大家 精彩吧 其实这只是大卫的开场小魔术 更好看的 还在后面呢 我可以在后背上洗牌 在后面 其实大卫的强项是扑克魔术 他曾获得世界扑克魔术大赛的第一名 下面就来看一个大卫的扑克魔术表演 这可是一副普通的扑克 记住这张牌不要让我弄 大卫上小朋友随意选了张牌 是张红桃圈 现在呢 你可以把这张牌放到这里面任何一个位置 一定要成好 Devi肯定是想在这众多的牌里边 把我找的这张牌给找出来 现在找不到了 好 注意看 开始变了 啊 不会吧 大师要犯错的时候 应该是红桃圈才对啊 看着他见面有这么大 就眼砸了 身脚变了 听见 看来大卫也很生气 干脆把梅花丝给撕了 没关系的 告诉你吧 小朋友挑的可是张红桃圈 不是梅花丝 我现在得另找一个办法 你相信魔法吗 好的 你如果相信的话 那就太好了 把你的手拿来 我手上拿的是一张红桃圈 我把这张红桃圈 你看 啊 梅花丝不是被撕了吗 这红桃圈怎么变成了梅花丝呢 赶紧进去 你再看一点 谢谢 这个门 把它放在你的手里边 使劲的算 我的魔术棒在哪里 这是我的魔术筷子 好 张开你的手 哇 已经是一个完成的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够精彩吧 据大卫介绍啊 这就是所谓的近景魔术 别忘了 他的旁边还坐了几个人 瞪着大眼睛正盯着他呢 收不留神肯定会露馅 大卫的本事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 那除了小浣熊和绳子 大卫把扑克牌也是玩得出神入化 那他是怎么变出记者写上字的扑克牌 明明压在记者手下的牌 又如何变成了另一张牌呢 不要走开 后面的魔术更加不可思议 再变一个扑克魔术 只见大卫让记者在一张红桃圆上写上字 这可是记者现场写的回忆一张牌 会不会也是找牌呢 各位现在看仔细了 把他放在灯间 这张不是 这张也不是 啊 这么快 怎么变的 你看清 咱们再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遍 这片还是没想起 好 咱们放慢了 再来一点 打击将牌捏一下 然后放了这副牌的中间 仔细看啊 刚刚折过的牌会自己跳上来 你到底写了几张啊 我写了一张呀 把红桃六放在了一边 大卫又让记者选了张牌 你选一张牌 你选一张牌 我得好好选 是张方块二 仔细看 瞬间就变成了红桃六 这个红桃六不是被放到一边了吗 小朋友也来选一张 是方块K 又变成了红桃六 记者挑了张牌 是张红桃九 谢谢你 我把它放在中间 让我闻心你的大拇指 怎么 要靠气味把这张牌找出来 我去找它 不行 我现在找不到了 对我来说 太难了 还得用我的魔术 还记得你的牌吗 这回大伙不会上当了 你把牌藏哪了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牌了吗 高酒队吗 我再也步不出牌了 嗯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魔术 请检查一下这两个杯子 三位师到了农村 大卫还专门为村民们准备了一个变农产品的魔术 拿住这个魔术棒敲一下 今天这次魔术道是与大伙非常熟悉 从大师变的都是橘子 西乌柿 土豆之类的 这让大伙感的太惊喜了 大家都想跟你学魔术的啊 大家想学一个魔术吗 想 既然是国际大师 那还不赶你学下一手 一根普通的筷子 大卫打算用手把筷子吸住 哎 没有成功 摩擦一下 再擦一下 好 成功了 怎么变的呢 原来啊 奥秘在这里 现场的小朋友也来练一下 来 一 二 三 怎么样 在大师学 一学就会 你的手型不对 这魔术啊 其实挺简单的 太棒了 这是中国魔术的希望 这是中国魔术 在大伙的要求下 大卫又教了一个魔术 又是用筷子啊 这个道具倒是随处可取 把他变成了一根橡胶 快怎么变软了呢 现在再把他变回木头 再抖动一下 快就硬了 大家想斜吗 其实啊 非常简单 用两指捏住这筷子三分之后 然后把手指放松 轻轻抖动 这筷子就软了 在大师的指点下 现场许多观众都学会了这个魔术 原来啊 这只是一个错误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怎么样 怎么样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大卫教白福村小朋友们的这个魔术啊 看着很神奇 其实原理很简单 多加琢磨再加上多多练习 也许你也会成为业余魔术大师 好了 生活了个气和你在一起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吧 庄稼院里出了新鲜事 不速之客引来众乡亲 求助民警 寻一问要 到底该对这个来客怎么办 敬请收看二人班村的不速之客